跨海的交流 传递智慧还要传递一份关怀 马来西亚教联会的志工前往菲律宾海燕风灾的重灾区独鲁万 进行禁思语的教学也发放禁思语书籍 大家把握时间参与本地志工的家访 关怀平病的家庭 虽然语言不同 但是爱没有阻碍 We do our peace 马来西亚教联会老师们漂洋过海来送爱 自备教具和教材 带着菲律宾的孩子认识尽心语 长长条条中 同学们学会了一句话 也更有兴趣打开书本 认识更多好话 好故事 教联会的带动也启发了当地的老师 课堂上可以教的不止是课本的内容 除了禁思语教学 马来西亚教练会老师也跟着本地志工走进平病家庭 用简单的英语表达关怀 照顾护的发放现场 依旧有说不完的动人故事 尽管彼此语言不同 台上掉泪 台下的马来西亚志工也能懂 教练会老师带着想付出的心额来 回城时满满的感动 装满了心力 带来西亚菲律宾 综合报道